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,明道中学830位师生响应台湾世界,战望会7月要举办的极恶三十大会师即回应叙利亚战争,今天从上午7点至晚上7点,进行12小时饥恶体验,战望会还在学校操场旁设立难民营体验区,让学生进行难民的体验。 此外,由于叙利亚虽面临战争,但有一位立志成为电影工作者的叙利亚女孩马亚,在此恶劣环境中,仍不放弃自己所爱的事物,明道中学班联会在今天的活动中,推积恶体验DIY,还进行实现马拉的梦想签署仪式,发动参加积恶体验的同学,每人写一卡片给马亚。 台湾世界展望会将于7月14、15日在台北及高雄举行饥饿三十的勇士大会师,目前有不少学校会先举行饥饿十二小时的体验,明道中学今日举办饥饿十二小时的体验。 副校长陈兆华表示,明道中学举行师生饥饿体验已有11年,他自己今年是首次参与,每年参与人数日益增加,去年参加有500多人,今年增至800多人,去年参加展望会举办的饥饿三十大会师有80多人,但今年就增至150人。 目前明道中学参与的人数是中部最多的人数,今天活动除了饥饿体验,还有情境体验,如以气球模拟战争地区埋下的地雷,每走一步都有可能是难民人生的最后一步,因此走每一步要非常小心,学生都感受到步步精心。 此外,展望会还在操场旁舍难民营,让学生体验打水,坐轮椅,扛之等的辛苦。 台湾世界展望会中区办事处主任严舒珍表示,目前全世界约有8.15亿饥饿人口,其中所增加的3800万饥饿人口,多归因于战火冲突以及气候变迁引起的火灾,全球约有1.55亿五岁以下儿童发育不良。 饥饿三十的举办,就是呼吁民众关怀这些饥饿的民众。